三台凤雾 我们可以看现在亚洲地区这一台 有三个热带型地区 一个是刚刚形成的 91W 另外一个就是在阳光附近的 93B 还有一个是原本在 南半球的Gina 首先我们来看3号采用线包 是不是有可能来呢 在东间138度 对于15度的地方 形成一个91W 它形成之后开始往西北河上移动 但是拿着中间切钥匙 来到10400发 中心之处只有20 不过这些环节非常稀薄 而且环境很差 不太使活着台风的胚胎 所以91W也应该在今天下午之后 就会慢慢消失掉 再来我们看93B 93B在阳光附近 但是它要形成台风胚胎 也是非常困难 不过我们看整个东南亚洲 隆在在云序里面 这些云开始向东北移动 逐渐飘向越南 台湾而来 这些有可能形成第二波的魅力 所产生的这些雨 还是非常多 有可能向上一波 上一波所带来的风雨 所以还是要小心 不要暴雨出现 再来我们看 原本在南半球的Gina 它现在就登陆维拉港 但是它始终开始往西南移动了 这里的环境 遇到台湾之后 还有这里的一个高标存在 导致它非常的慢 过去只有7公里的速度 向西南前进了 而且走的方向开始 转向东南 因为这里所在的一个高标 导致它走的方向非常的差 而且行政开始往东南移动之后 逐渐回收 它现在的中间7号值 来到106 中间是45 没有像昨天所预测 便达到85 因为受到这个高压系统影响 它开始转弱了 不过它还是会回事几天 虽然威力不是很强 一直在65左右 相当于有本的七级台湾左右 不过它轻手旺在 开始往东南移动之后 就会逐渐消失 这就是近了未来的命运 所以它不再可能在行政更强的风暴 到底9EW 是不是会在下午以后消失呢 还有93B 是不是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风力 还有Gina 到底会入闻呢 请进去收看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即将开始游戏 拜拜